感謝各位記者媒體朋友今天來到現場關心323行政院辯護案的宣判 謝謝各位記者媒體朋友今天來關心323行政院辯護案的宣判 剛剛就是法院宣判結果就是把一審已經判罪了三或他人判罪的部分的被告們全部都改判為有罪 那在妨礙公務的部分當勝的上罪也全部被駁回 所以就是現在我們的被告幾乎就是全部是有罪的狀態 那323事件已經發生六週年了 我們針對檢警他們當年沒有對於不知女原警展開追溯 律師團只能用自訴的方式在這六年來不斷的去對於這個不知女原警 或是當年洽力讓這些施暴員警對人民產生不法施暴力的這些 這些原警產生究責的熱情 這個動作 那我們追溯的熱度主非常的困難 可是反觀當年的罪則卻在現在還要面臨就是檢警的這些 檢警掉當年的追溯 再知道現在的法院面臨有這判決的結果 那針對這樣宣判的結果 我們先請當事人為我們講一下就是他們的心得 各位現場的那個媒體朋友大家好 其實我今天一直沒有就在今天之前其實都不太有注意到自己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其實除了我們這種原本一審無罪後來今天改判有罪之外 那今天二審維持有罪判決的這些夥伴其實他們之後是沒有機會再上訴了 對那其實我們覺得這是非常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就是說六年來然後我們這些323的參與者 這樣子出來開庭然後一再再停在法庭上去重新的回想那個痛苦的夜晚 為什麼我們要站到街頭我們要再會在那天晚上出現在行政院的廣場 就是因為在那個時候看到了一些我們覺得如果不站出來就來不及的的事情 其實沒有一個人是被傷貨來的 大家都是看到一個訊息 看到一件事情在發生 覺得這件事情自己身為台灣人有責任 所以選擇在那個時候出現在行政院的廣場 那表達自己的聲音 那為什麼這樣子會被認為是傷貨或是被傷貨 他們我覺得檢察官跟法官把我們看成是一群就是沒有自己思考能力 只會從中的報名 那我覺得並不是這樣 我覺得今天判決的結果倒是其次 最重要最大的傷害在於 他其實把當天晚上 他侮辱了當天晚上所有參與那場行動 不只是我們今天這些被告 其實是成千上萬的台灣人 在那天晚上所做出來的選擇被羞辱了 法官今天的判決等於是在跟當天上萬的台灣人說 你們全部都是一群暴民 你們沒有自己思考的能力 你們就是被傷貨來的 但我覺得這是非常糟糕的訊息 這對台灣民主人來說是非常糟糕的訊息 從2014年318運動323以來 到現在已經過了6年 我們已經經歷過了3次的大選 兩次地方的大選一次的總統的大選 這個是兩次總統大選 那我們好像在這過程當中不斷的在說 有一些318帶來一些進步帶來一些改變 確實也都帶來一些進步跟改變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這些過程當中有一些人其實是被遺漏的 還是持續被傷害著的 我覺得最嚴重的就是今天二審 維持有罪判決已經沒有在上述機會的那些夥伴 其實我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多說對什麼啦 就是 就是我覺得非常難過 這6年了 但非常感謝律師團跟資感會的協助 那這條路我們之後還是會持續走下去 謝謝魏洋先生 那是不是請謝孫悠先生 在我發言前我想請記者朋友們 現場大家回憶一下6年前那個晚上發生什麼事情 我想在YouTube上面都可以很清楚找到當天的新聞畫面 我們在法庭也要求法官可以勘驗現場警察的收證領帶 我們沒有要求他看新聞畫面 我們要求他看警察的收證領帶 但是法官堅決不願意放 那為什麼要大家看那段影帶 我想當天晚上警察是怎麼打人的 我們都非常的清楚 我相信在座各位有良心的人看到畫面沒有人 心裡不會感到難過跟悲傷 我想試問各位也是我問 當時候是問法官的問題 一個有良心的人 一個有束縛爭議感的人 在現場你看到群眾被 無辜的群眾被警察爛打的時候 當天的情況是怎麼樣 學生手割手手坐在現場 他們只說警察後退 那警察是拿著盾牌跟警棍這樣施暴 當看到這種情況 哪一個正常的人 哪一個有良心的人不會覺得他應該 衝進現場去保護這些學生 他應該去阻止警察施暴 然而這樣的行為卻被判妨礙公務 而且二神定業 我想這個判決在挑戰的已經是我們人性的基本價值 他還告訴我們 當我們有一天遇到這種警察非法施暴的時候 你要選擇四個月的徒刑 還是拿出你的良心去制止警察施暴 我想今天的判決很清楚再告訴我們 我們面臨的是這樣的選擇 我們在人性上是沒有退路的 所以因此問我們要不要認罪 我們是不可能認罪 因為我們不能在人性上在退路 我想是這一次的判決裡面 我認為很值得我們思考的 為什麼我們可以面對六年來的 警察的施暴找不到 當天當時所有的指揮系統的這些警察 每一個都升官 各位摸著你的良心合理嗎 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審判結果嗎 那我想如果歷史再來一遍 我也知道如果這樣的情況 我們去選擇制止警察施暴會被判四個月 我告訴你 如果歷史重演 我們還是會做相同的事情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違背自己的良心 瞪著眼睛看著警察施暴 而不進入現場去做任何自製警察的行為 我覺得我相信我們每一個有良心人 都做不出來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想今天這個二審的判決也告訴我們 這是台灣司法的水準 那也讓我們知道 為什麼司法改革是何等的重要 謝謝先生 還有一個防治人 還有一個防治人 要發言 那個 那個 理官您 理官您小姐 可以 這個大概 這個是條原件 我實在是非常的遺憾 對 剛剛前面的 有一位夥伴 他講得非常好 基本上這個判決就是荒謬 就是羞辱 所有 小捍衛台灣主權的人們 其實我已經無話可說了 但是 如果以為這個判決就可以打壓我們的意志的話 那我真的必須說 這是錯的 沒有我現在必須要講 我們會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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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會在這裏 永遠 我會在這裏 永遠 你會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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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講謝 司改會還有 一務律師團 這六年來 對我們的幫忙 那這個 我相信大家都 敢配在心 那關於這個判決的結果呢 說意外也不意外 因為這裡 就是中華民國的司法體系 那 關於傷貨罪部分 我在庭內一直主張 傷貨罪他的意思是這樣 我叫某個人 我捕獲某個人 傷貨一群人 去做一件犯罪的事 那我在庭上已經不止一次跟法官說 佔領行政院是犯罪嗎 有人因為佔領行政院被判刑嗎 沒有 所以我就不懂這個傷貨罪如何成立 因為沒有人被我們傷貨去犯罪啊 從事犯罪行為 可是 結果是 我們六個人 被判了傷貨罪 然後 沒有人 因為被傷貨 而犯罪 所以這個 就說明了中華民國司法 有這種濫法官啊 那 很感慨啦 蔡英文總統 就在這邊 那 你可以把負秘書長也在這邊 就執政了四年 講說要私改 結果 是這樣 我們來說真的是蠻 只能說遺憾 但是 也不意外 對中華民國司法 一直都是這個水準 那台灣的防疫很成功 可是我覺得這個司法 來 拖累 讓 讓全台灣人丟臉 謝謝 台灣的司法 謝謝林先生 那 是不是 你不幫你小學 首先 我還是要感謝司改會 以及律師團 對我們的幫忙 還有 也很感謝 這六年來 所有台灣的公民 跟我們站在一起 這是 在這六年的司法當中 給我們最大的溫暖 另外就是 針對今天的判決 我們雖然覺得很遺憾 不過 就像 陳時中部長他說的 防疫是全民的責任 但是 得益 或者是被隔離者 並沒有罪 我們沒有罪 雖然今天的判決 讓我們覺得很痛心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說 台灣的民主跟自由 是我們大家都共同的責任 今天防疫大家共同的 團結起來 站在一起 共同的阻決 這個疫情 但是台灣的民主跟自由 我們還是要繼續站在一起 因為我們沒有罪 我們 我們在這一場活動 以及接下來 未來為了台灣的民主跟自由 所有的活動 我們都會站出來 我們這樣做 我們並沒有罪 謝謝各位公民 謝謝理官小姐 那還有沒有當事人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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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米藥直聲音 你們議員 各位在場的當事人 我想大家都很失望 綠團也很失望 但是對於這樣的判決結果完全不意外 事實上我們在欸 審判的過程裡面 從審判長的訴訟指揮 我們就很清楚地看出審判長有偏薄之魚 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清楚地感受到審判長 在還沒有到審判終結之前 新證就已經形成了 那個新證很明確 就是要判被告有罪 他就是認定被告是三貨的犯罪者 雖然最後我們申請法官迴避的那個申請 被我們的法院體系一如既往地 把他給駁回了 但是至少那個裁定很清楚地指出 這個審判長的整個訴訟指揮 是大有問題的 有許多訴訟指揮是違法的 那也很遺憾的 在重新開始審判之後 審判長沒有調查任何新的證據 沒有任何的事實基礎 就將整個案件重新改判 我想這樣的一個判決 在今天做出來 是台灣司法的恥辱 不客氣地說是台灣司法的恥辱 這個是台灣司法恥辱的一天 可恥的一天 我們對於這個判決結果非常的失望 審判長的思維看起來仍然停留在戒嚴時期 只要有人進入了集遊的禁制區去集會 去表達政治上的主張跟抗議 那麼就是犯罪 只要有人動大家建議大家這麼做 那就是犯罪 法官的思維停留在這個階段 那不好意思 我認為你既不了解民主 也不知道憲法所保障的集會自由的意義是什麼 沒有與時俱進 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在場的被告被從無罪改判成有罪 這個審判過程我認為沒有受到公平審判 整個程序也不正當 而法官的思維更讓我們看出 我們的司法仍然有很多改革的空間 有很多改革的必要 法官的評鑑或者是其他的在職進修 在職訓練等等 這些都需要再進一步的改善跟加強 所以就這個判決結果來講 綠團這邊會陪著當事人繼續走下去 因為他們都還可以再繼續上訴 今天拿來判我們被告有罪的這條三貨罪 事實上在我們看起來早就已經不合時宜 那個是上個世紀的威權統治國家 常常使用的壓制人民異議聲音的手段 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民主改革的這個時代 早就應該要被辭掉了 但是起訴用這個條文起訴 判決用這個判決判決 這就表示我們的整個司法體系 還停留在過去那個時代沒有往前走 我們會努力的讓整個司法體系 跟著時代往前走 打到大法官那邊去申請示現 我們也會這麼做 就讓大法官來說明一下這個條文在這個時代還可以或者是不可以存在 綠團會陪大家走到最後 謝謝 謝謝 謝謝尤博翔律師 那請問其他律師 是律師 記者媒體朋友到場歡心 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